台南千年古聊聊财经事 财经实际和大家一种历史角度 解读财富密码 这个12月底将近 岁末年中 很多人都会试着回顾 过去一年财经方面 到底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让投资人借着回顾 能够展望未来 做出最好的决策跟布局 但很多人都会不约而同的 关注到一个焦点 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 所以今天万民哥 想就这个主题 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小小的看法 我们看今天的封面 尼克森冲击 尼克森是美国第37任的总统 在国内名气非常大 因为他是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 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1969年1月20号 尼克森就职那一天发表的演说 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原版登出来了 是人民日报有史以来 唯一刊登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全文 唯一就那么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演说中 尼克森对中国释出了相当大的诚意 当然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以后 随着当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访问中国 慢慢解开了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正常化重要的一大步 但是我们今天回过来谈的是 尼克森冲击 我们看这张图 一般来讲 研究国际财经刑事人 都知道一个专用名字 就是Nexon Shark 这个指的是 1971年8月15号 美国总统尼克森 透过电视演说 正式向外宣布 美元跟黄金脱钩 大家都知道 1944年布雷登森林协议中 这个达成了一个固定汇率的机制 就是美元跟黄金挂钩 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 都紧盯美元 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机制 这个机制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5年以后 一直维持到1981年 对全球经济 战后经济的户数稳定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这一步做出来 意味着 美国也准备开始大量发钞 不再受它黄金储备量的影响 我们看到这个图上有两条线 从上个世纪 1964年 一直到2016年 这个蓝色这条线 是美国美元货币发行量的变化 红色是美国的GDP 跟M2 广义货币发行量的相对关系 一般来讲 过去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之下 美元的发行量 跟美国经济的总体规模 大致维持了一定的关系 但是这条绿线以后 就是1971年8月15号以后 大家可以发觉 这条红色的线 向下开始出现了比较激烈的变化 美国的货币发行量 涨涨跌跌 也出现了比较激烈的变动 特别是2008年 金融海销过了以后 量化宽松 成为现代货币理论 一个重要的政策基石 以后货币发行 宽松的货币政策 或者当每个国家 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 透过货币政策去进行调节 成为了一种常态 这只是到2016年 如果到2020年 蓝色这条线 已经增长到25% 我们这条线可以看得出来 在2016年以前 即使是金融海销爆发以后 美国的货币发行量 几乎也没有超过 年增长率超过10%的情况出现 但是2020年 就那一年新冠疫情发生以后 在特朗普超级量化宽松的驱动之下 当年美国的货币发行量的增长率 可以高达25% 红色这条线表示货币发行量 跟经济GDP之间的一种相对关系 一般来讲 这个相对的关系越低的话 对于国家的经济体质越好 为什么呢 表示它可以透过有限的货币发行量 就刺激足够它所需要的GDP成长 但是如果这个关系一拉高的话 那就表示出货币政策 它的功效出现了顿化 这就是现在美国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从尼克森宣布废除 布雷丁森林协定美元跟黄金挂钩以后 美元有一段时间 其实相对是比较强势的 它可以透过小量低量的基础货币发行的增发 就有效地刺激了经济成长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当时美国深陷越战的泥道之中 国家出现了贸易赤字跟财政赤字 这个在1970年之前是不曾出现的 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 除此之外 1971年对全世界人类来讲 除了货币史上尼克森宣布 美元跟黄金透过之外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1971年7月9号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基辛吉毕秘访问中国 当时他是借着到巴基斯坦访问 在晚宴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 肚子非常不舒服 所以主持晚宴的巴基斯坦总统就宣布 尼克森要住到他家里头 休息个几天 希望大家不要打扰 所以尼克森就急急忙忙的 离开了宴会的现场 其实他没有住到巴基斯坦总统的家里头 他是直奔飞机场 搭着中国来接他的专机直飞北京 并密访问的两天 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协议 最重要的协议 就是邀请尼克森缓华 这个照片中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周总理 外交公司做的是非常细腻 请基辛吉博士 吃北京烤鸭的情况 北京保鸭这个图是万民哥另外贴上去的 因为这是黑白图 为了增加图片的效果所做出来的一张图 那就是尼克森在7月11号 基辛吉离开中国 四天以后 就7月15号 尼克森就透过电视公开宣布 他接受中国的邀请 准备在1972年初访问中国 这就是后来促成了 1972年2月份 尼克森返华 尼克森返华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第一个 他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 第二个 当时中国还没有跟美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当时美国承认的是台湾的伪政权 当然这个过程中还有一段很长的历史 但这个事情 都对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 就在1971年8月15号 尼克森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以后 两个月就是1971年10月20号 这个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会集 大家可以想想看 这个变化多大 从1971年的7月9号 G7级访问中国 再到7月15号 尼克森宣布要访问中国 然后再到8月15号宣布 废除布列丁申请协议 再到10月20号 联合国宣布恢复中国的会集 把台湾赶出联合国 一连串的变化来得又急又快 在这一段时间 全世界权力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的左边是 G7级的一部名著 书名是世界秩序 World Order 右边这个图像就是年轻时候的 这个基辛吉 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国一直奉行单边主义 就是全世界单一霸权 就是美国 任何人都不能够挑战 美国的地位跟他对世界的影响力 但是就在基辛吉 在1971年7月9号 访问中国之前 尼克森在当年的7月6号 在美国堪杀斯市演讲的时候 第一次提出了 美国正在面临衰退 就是跟现在的美国总统的做法不一样 他很客观地分析了 美国所面对的形势 对所有美国人提出的警告 美国decline 可能会面临衰退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他也第一次宣布了 他也第一次发表了 所谓的多极体系的世界秩序 这个当时尼克森 他认为未来的世界有五大权力中心 除了美国以外 还有苏联 还有中国 还有日本 还有西欧 第一次把中国放到全球新秩序的架构里头 当然这个世界五级说 或者五大权力中心说 这几年已经不太流行 但是大家基本上第一次接触到美国人 开始试着追行一个多极体系的世界新资讯 这个对美国后来的影响 不管美国人接不接受这个观念 或者外交政策上 是不是奉行多极体系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美国人逐渐理解到世界不是美国一个人说的算的事情 但是第一次让美国认真的面对一个事实 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光美国人说了就算 我们再看这张图 尼克森的世界五大权力中心的基本概念 是建立在全球经济结构的分布之上 因为他认为从上个世纪1960年以后 美国在全球GDP的占比 逐渐有将和日下的这种趋势 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图深蓝色的这个部分 就是全球GDP的规模 这个浅蓝色的这个部分就是美国的占比 1960年的时候 美国占全球GDP的比重是40% 当然那个时候 全球GDP的规模跟现在是不能等量奇观的 但是随着美国的这种衰退 它占全球GDP的比重 逐渐逐渐的下滑 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 美国还一度占全球GDP比重 来到百分之三十 但是到2019年的时候 又降到百分之二十四 那最低的时候呢 是金融海啸的时候 跌到了百分之二十三 但不管怎么样 你可以发觉 这个美国的衰退 的确是一个事实 所以很多人说 美国人很有钱 美国人很富有很富强 这是内地很多人没有看过 1960年代 美国人是多有钱 美国人是多富强 万民哥那个时候 还在台湾地区 小时候就感觉到 看到美国人 美国人就是圣诞老公公的代名词 因为他来 就会送你很多东西 对小朋友来讲 有几颗糖 几块饼干 就非常高兴 万民哥还记得 小时候上幼稚园 用的教本 绘本 绘图本 都是美国人赠送的 你就可以知道 美国人那个时候的经济实力 强到什么程度 跟现在的美国人 跟全世界 不管他的盟友或者敌人 进行讹诈的行为 绝对不一样 所以万民哥有时候看到 美国军队 在没有经过叙利亚政府的允许之下 强行地占领叙利亚的油铁 然后把生产的原油 偷偷地卖到国际市场 这是在1960年 70年代 美国人绝对做不出来的 这种烂勾打 这种迫势 如果从那个年代来看的话 简直是不可思议 当然在美国的 占全球GDP比重 下滑的过程中 有其他国家也相对地 出现了一些变化 我们看资档图 就是全球经济主体 他们占世界GDP的比重 蓝色的是美国所占的比重 红色的是西欧 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 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 去年的时候 2020年中国的GDP 以美元计算的话 超过14万亿 大概占了全球的17%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把1960年 美国占了40% 减掉 现在占了24% 就少了16% 那16几乎好像都被中国人吃下来了 所以中国的崛起 跟美国的衰退之间 好像有蛮明显的这种相对关系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新兴国家 也逐渐逐渐的崛起 也不是光中国一家崛起 新兴国家 在经济成长方面的表现 长期以来 其实都超过发达的经济体 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我们再看这张图 刚刚所强调的是 1971年8月15号 美元跟黄金脱钩以后 美国的经济 相对于国际经济的一个变化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对美国有什么影响 这个图里面有三条线 三条线是从1995年 到2020年 就是这25年的时间 美国的GDP大概增长了一倍 那股市市值 就是浅蓝色这条线 大概增长了9倍多 红色这条线 是美国的基础货币发行量 增加超过10倍 这就回到刚刚一个主题 就是尼克森冲击 所带来的影响 刚开始你还看不出来 但是随着美国货币滥发的情况 日趋恶化 它跟GDP的成长之间的关联性 好像越来越低了 就是货币政策 货币工具 对于实体经济 所能够创造的效益 越来越微不足道 就是美元的弱化 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美国对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 大不大 但是跟以前比起来的话 已经弱了很多 不但对全世界的影响力下降的 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力下降的程度 更严重 昨天有一个新闻 就是美国圣诞节 消费的状况 万事达卡的统计 就是今年的耶旦节 透过信用卡消费的消费额度 增加了百分之八点多 创下了近年来少有的高成长 但是如果你把百分之六点八的通货膨胀 扣除的话 其实今年美国耶旦节消费的情况 并没有表面数字来的那么样的光彩 因为就十一月最新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 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百分之六点八 创下了美国四十年来的新高 有很多人是认为 跟国际原油大涨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受到产油国家 还有地缘政治冲击的影响 但万民哥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在2015年的时候 跟2006年的时候 国际原油价格都超过了每桶100块美元 甚至于达到150块美元 但是那个时候美国的通货膨胀 还没有现在的通货膨胀的三分之一 你就可以想见得到 美国的通货膨胀绝对不只是原油的因素 还有美国美元的购买力 还有美国的贸易政策 还有美国的国际政治的影响力 还有美国的财政政治 甚至是债台高足 这些都影响到了 都对美国的物价造成了难以避免的重大冲击 所以尼克森冲击不是在1971年那个时候 而是过了50年以后 尼克森冲击的效应越来越大 越来越让人家难以忽视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再看看美国国内 还出现了什么样的大麻烦 这张图所显示的 是美国五个等位 家庭收入的变化 变化时间是从1975年到2020年 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 最上面这条黑色的虚线 就是美国最有钱的5%的有钱人 他们的家庭收入 成长的速度 明显的超过了其他的等位 即使到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全美国最有钱的那5%的人 他们的收入减少了2.3% 但是最穷的那5%的人 他们的收入减少了5.7% 最有钱的那5%的有钱人的家庭 2019年的时候 他们的家庭收入是4500多亿美元 最没有钱的那个5%的人 2019年的时候 他们的总家庭收入是150亿美元 差了30多倍 而且这个差距在日趋的恶化 就是流动性增加的结果 就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 对于财富还有所得的分配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所以美国一家独霸 然后到最后 没办法维持这个局面 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 开始无限量的扩大 美元的发行量的结果 其实对美国国内的影响 相对于来讲 比对国外的影响来得更大 那讲到这边 外民哥想跟大家回顾一段历史 就是1944年 美国召集了44个国家 召开了布列甸森林会议里头 英国人派出了当时最有名的经济学家 约翰凯恩斯 约翰凯恩斯提出了一个Banko的计划 就是发行一个世界币 Banko 但这个世界币不是用来 作为一般流通使用 而是用来做什么跨国结算使用 那它的发行方式呢 就是有一个全球性的机构 比如说世界银行或IMF 这个后来布列甸森林协议 决定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 这个负责统筹规划 监管全球的货币流通 那在这个IMF的监督之下呢 还有一个国际的清算机制 就是说Clinic Union 来负责跨国之间运用Banko 进行会计兑换的一种管制 这个凯恩斯有一个名言 他认为货币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the money fought from being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货币流动性的重要性呢 就是他试着要link link什么呢 link 未来 future 还有present 就是货币最大的功能 对不对 它是在历史之中 把前面的经济 跟后面发展的结果 有效的连接在一起 维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 就是你要作为一个世界的储备货币的话 必须要有这个分量 必须能够有一个超然的地位 但是凯恩斯这个建议 没有被布列丁森林体系所接纳 因为当时美国有全球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 最大的贸易盈余 还有最大的GDP 就凭着这三股力量的掌控了整个会议的结论 最后就推出了所谓布列丁森林体系 全世界的货币跟美元挂钩 美元再跟黄金挂钩 那是一个美国强大美好的时代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 全球的经济也出现了剧烈的变动 面对这个情况 IMF有没有举动的 有 外面跟大家看这张图 1969年的时候 国际货币基金也发觉 美国越来越不行了 出现了贸易赤字 出现了财政赤字 还有各国从美国赚到了外汇以后 都跑去跟美国的联准会 去兑换黄金 造成美国黄金储备量日益下滑 那怎么办呢 国际货币基金就推出SDR 特别提款权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1970年的时候只有130亿美元 但是最新到2020年的时候 已经突破了6500多亿美元 几十年之间成长了50倍 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其实获利最大的就是新兴国家 2015年 IMF宣布把人民币纳入 特别提款权的估值权重里头 这个占比是10.92% 这个占比主要是从欧元 英镑日元 还有一部分美国 降出一些比重给人民币 美元在这个变化过程中 是从原来的41%降到41.73% 但是很可能 明年IMF又要重新检讨 特别提款权 这个主要货币发行国家 他们的权重 据了解中国的权重 可能会有所增加 那在这一部分 很可能美国要牺牲一部分 欧盟也要牺牲一部分 日本美国都要牺牲一部分 到底牺牲多少呢 不知道 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1971年 尼克森所提出来的 全世界五大权力中心的 多极概念 经过50年 它的形势跟走向 越来越明显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